Hello大家,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包枕这件事 这样的一个事物 那包包和包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在这两天之前我都觉得包枕这个事物本身就无所谓 只要我们有了这个理念 我们用什么都可以作为它的一个填充 都可以形成这个包包的包枕 比如说我经常会用这样的五纺布袋 加上这样的气泡填充这个快递很容易得到 每次寄过来的包裹里面差不多都会有很多这样的填充 我只需要把它们两个结合一下 就可以作为一个包包的支撑 那包包的支撑和包枕本身作用上来说 基本上重合度很高 但是呢为什么说这两天发现包枕可能会有它的一小片天地 这是前段时间来的Lindy 那这个里面也会有包枕 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本身呢它是里面可能是海绵啊或者是棉花之类的 透气柔软干净的填充物 再加上外面的这个像沙包一样的东西 这样的一个袋子 形成这样的一个和包包的身体相当的一个填充物 那这是我觉得不太必要去购买的包枕啊 包括薄金包或者凯利包的话 只要你的填充能达到这样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我说可能会有一小片天地呢 比如说像这个东西啊 这是一个小水桶包 那小水桶包大家看到目前的状态 它的这种从内向外的支撑 因为它本身并没有一个龙骨 没有它自己的包型 所以它的外形基本上都是靠里面的这个包枕啊 目前都是靠里面这个包枕给它的 在这个包枕来之前呢 我都是用这个用这个做填充 我们先看一下包枕所带给它的状态 基本上从哪个角度来看 都是由内向外支撑的比较饱满的 而且这种力度我觉得也并不会好像很夸张 好像会把它撑坏啊 长时间使用会不会给皮革带来负面的影响 我觉得正面的意义一定是要大于负面的意义的 把这个包枕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这样一个和刚才我们看到的包枕差不多 胖胖的对不对 那我平时做的这样的填充 它没有办法达到的就是 由内向外的那个略有弹性的支撑 它放进去之后呢 即便你给它做的 是不是 正好啊 感觉好像饱满程度够了 但实际上底部这个位置 还是有很多空间 很多空隙 如果你的小水桶是一个全新的包包 我觉得还好它没有很多折痕 如果它已经比如说通过存放啊 或者是庄柜本身就存放不当 引起它皮革已经有一定的褶皱了 那这个时候使用这样的包枕 能够给它一个很好的支撑 让它慢慢的恢复自己原来的形状 还是很容易放进去的 看一下 用专业的包枕的确不一样啊 底边的这个位置呢 都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的 所以对于小水桶这款包的包型 是有着正面的作用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并不是所有的包包都需要包枕啊 像Lindy如果有的话 我就用包枕来放它 像薄金包凯利包 基本上用我自己的土方法 做一个填充就可以了 之前还有朋友说 用自己用不到的衣服去做填充 没有问题 不过这样的方式 可能对于商家来说就不太合适了 那时机在哪里呢 就是当一个小水桶包到我这里了 我会觉得它需要用一个包枕 给它做一定的矫正 这是它的价值所在 需要矫正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包枕就派上用场了 那18厘米 我就买一个18厘米匹配的包枕 22的或者26的 那就买相当大小的这种包枕 来给它一个由内向外的支撑 撑成这样子 然后呢 还是啊 还是那句话 所有的储存方式没有一劳永逸的 在保存一段时间之后 还是要把它拆出来 看一看这个包包的状况怎么样 再采取当时最适合的方式 继续保存 或者要让它渐渐阳光 拿出去用一用它啊 不要让它一直在冷宫当中 好的 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